为了发扬在地文化资产与历史建筑 云林县政府响应全国古迹日 是举办了云林秘宝系列活动 这开幕式已经在西罗的崇远堂登场了 从即日起一直到10月3号为止 将会在云林各地陆续举办导览讲座 还有活动体验等等 也欢迎乡亲们一同来探索云林古迹的文化故事 精彩的武术动作与美丽的舞蹈表演 是让众人看得目不转睛 9月18这天在西罗崇远堂举办云林秘宝系列活动 要带大家来认识在地的文化建筑 张廖家庙的历史故事 同时为全国古迹日云林秘宝系列活动来打头证 张廖的故事也是我们台湾开拓时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当他来参访张廖家庙崇远堂的时候 他可以体会到我们祖先很不容易 在台湾这个地方能够落地生根辛苦拼斗的一个奋斗旅程 每年9月的第三个周末是全国古迹日 云林县政府今年也以云林秘宝活动来响应 号召大家来体验云林各地的文化古迹 提升民众对文化的认识 每一年9月份第三个周末都是我们全国古迹日 所以我们混音官配合我们全国基盘全国古迹日 今天由于我们的张廖家庙从远堂开始 均从故乡来英知故乡市 我们混音官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豐富的地方 很多的古迹很多的老建筑 就像我们的老朋友一样 我们都太年轻了 所以一定要透过我们文官处 这样系列的一个导览解说了解 我们深深的了解我们的过去 拥有过去的风华才有现在的基础 甚至我们迎向未来会更有信心 云林县内有很多历史长久的建筑 这次的系列活动将会在云林各地 陆续举办42场的导览与体验 让民众能够在不同的时间 拜访各地文化古迹 感受它的历史 也了解古迹保存的观念与重要性 从今天开始到10月催山 年载42床的所有的观想 开始来专业 希望透过这个古迹日 让我们所有的共青社团 进一步了解 我们园一个文化场馆 它本身的历史背景还有它的意义 那透过深入的探讨跟解说 让我们相亲更加的认识 更加的理解 那也了解它各种 身具的这个文化的意义跟背景 云林秘宝系列活动 是从9月18号到10月3号 欢迎民众一起来体验 云林各地的文化活动 感受在地文化历史的魅力 记者邱显成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